乌克兰十二万大军压境 白俄罗斯已经做好进攻准备 大战一触即发 中国成为欧洲局势最大压仓石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肃军 欢迎收看严肃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乌军十二万大兵压境 白俄随时转手为攻 大战前中国成冲突的压仓石 库尔斯克一仗还没打完 欧冲突再度恶化了 问题不是出在库尔斯克 也不是出在乌克兰东部前线 而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境地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 其实早在八月初 库尔斯克战役刚打响之际 乌白边境就出现了不寻常的动静 乌克兰的无人机直接越过边境 侵犯了白俄罗斯的领空 对此卢卡申科立即下令 在边境的戈梅利 莫吉里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集结 而这两个地区从地图上来看 直接指向了乌克兰首都基辅 在上周这个时候 白俄军队的坦克 还有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 已经在边境部署就位 对准了乌克兰 可以看出乌白边境的形势 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恶劣 而这两天乌白边境局势更是进一步激化了 乌克兰似乎铁了心要挑衅白俄罗斯 在库尔斯克战役的背景下 乌克兰又派遣了超过12万名士兵前往乌白边境 而面对乌克兰的大军压境 日前卢卡申科再次下令向边境地区部署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武装部队 再次提升了边境的武力部署规模 包括航空部队 防空部队 无线电技术部队 以及大量的军机 还有武器装备 都已经在边境集结部署完毕 俄罗斯本土库尔斯克在打 乌克兰东部在打 现在乌白边境 双方也在层层加码 卢卡申科态度非常明确 白俄罗斯不会一直陷入被动 一旦判断局势失控 埃俄军队会随时反手围攻 主动对乌克兰发起攻势 很显然 俄乌冲突要再次扩大战火了 我在怀疑 这是不是乌克兰陷入穷途末路的最后一招呢 泽连斯基眼看着库尔斯克一战毫无成果 企图破贯的破摔 挑衅白俄罗斯入场 逼美国和西方不得不出手相救呢 如果泽连斯基真是这么想的 恐怕没等中东全面战争打起来 欧洲大战就要上演了 不过这个可能性不大 因为在这个危机关头 中国有所行动了 日前 我国高层官员访问了俄罗斯 并在克里姆林宫与普京进行了会面 这次访问 中俄签署了十多项投资合作协议 进一步深化战略关系 但这跟白俄罗斯有什么关系呢 答案是 中国高层在俄罗斯访问四天后 下一站就是白俄罗斯 大概率也是跟白俄罗斯讨论有关经济合作的事宜 但在目前俄欧冲突不断升级的这个节骨眼上 大家觉得 我国高层先后访问俄罗斯 白俄罗斯 真是就只是谈经济聊合作吗 乌军打造了俄罗斯本土 乌白边境的冲突一触即发 中国此次访问 显然是有重要意义的 俄欧冲突 如果发展到白俄罗斯下场 欧洲大战爆发的局面 中国是绝对不想看到的 这是我们在欧洲的战略布局上 一直极力避免的 如果像我刚刚说的那样 这或许是泽连斯基穷途末路的最后一招 那我们就更不可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现在美国和西方对俄欧冲突默不作声 装作看不到听不到 那中国的行动就是当下冲突最关键的压藏石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请查看